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纽约时间2014年12月31日,星期三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股报道,我是赵冰基 今天是2014年的最后一天,在今天晚上也将会有数百万的群众聚集在纽约时代广场前参加新年的倒数仪式 而在新年众生敲响的时候,时代广场的水晶球也会落下 这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庆祝新年的活动之一 在过去历年当中,美股市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 三大股指都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从全年来看,标普500指数有着13%的涨幅 道指也上涨了8.5%,纳指也大涨了14% 而今年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当中,表现最佳的个股是美国最大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西南航空交易代码为LUV,大涨了128% 原因是油价的大跌,导致其燃料成本大幅下降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是高升 道指成分股当中,IBM交易代码为IBM就下降了14% 成为道指成分股当中连续两年表现最差的 美国股市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好坏 美国在今年第三季度的GDP的增速是达到了11年以来的最高 可以说美国已经从08年的金融危机当中走出来了 在日本经济衰退,中国经济放缓,欧元市场动荡的情况下 专家是预测美国经济在2005年还会继续提速,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好了,我们焦点的回到今天的美股走势上 今天美股高开,五盘之后有所回落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今天宣布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事业救济的人数升至29.8万 创感恩节以来的新高 而此前经济学家平均运期是该数字将为29万 美国12月份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环比下降了2.5 从11月份的60.8降至58.3 创下了今年7月份以来的新低 同时低于市场的预期 尽管如此,58.3仍然是一个相对活跃的数字 表明芝加哥的周边地区的制造业仍然是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 再来看一下全美房地产交易协商会议NAR的报告 报告显示,美国11月份的二手房签销指数增长了0.8% 表明未来二手房的交易量将会增加 在经过了季节性的因素调整之后 二手房的签销数量是为104.8万桶 而10月份是为104万桶 今天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报告显示 截至12月27日的一周 美国原油库存下降了180万桶 降幅远大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6.7万桶 表明油价的下跌对于美国产油的积极性的打击是很大的 而受此影响,今天的油价继续下滑 截至收盘,我们来看一下三大股指的具体收盘点位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60点 暴于17823.07点 跌幅为0.8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1.45点 暴于2058.90点 跌幅为1.0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39点 暴于4736.05点 跌幅为0.87% 今天,纽交所的交易量为6.5亿 纳斯达克交易所的交易量为13.6亿 都比较低 有分析师指出,交易量的清淡会一定程度上 对美股的涨势打折扣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周三收盘下跌1.4% 暴于每样司1184.10美元 由于美元走强 但是投资者对于俄罗斯的紧张形势 和希腊政治的不确定性感到了担心 限制了金价的跌幅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周三收盘下跌1.6% 包于每桶53.27美元 美国上周原油库存的降幅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 但是仍旧未能起到阻止油价下跌的作用 2014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大幅下跌46% 2013年年底时原油价格的售盘价格是每桶98.42美元 板块方面 今天十大板块全线飘红 其中公共事业板块领跌1.9% 科技板块开盘表现不错 5盘后下跌 其中谷歌公司 微软公司 英特尔公司都有所下滑 来看一下各股方面的消息 苹果公司交易代码为AAPL 在周二是遭遇了一项集体诉讼 该诉讼指称 苹果公司并未向运户通知 iOS8的操作系统需要多少内存 而随后却股东用户 通过其iCloud服务购买更多的内存 受此影响 今天苹果股价下滑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